一提到深蓝 大家能想到第一台车SL03 有兰博吉尼的即时感 那这辆车跟它的定位有什么区别呢 乾坤自驾 乾坤自驾 跟鸿蒙自行 是不是一种体验 咱们走着 我最近呢是将近300斤 然后1米8182的身高 穿个鞋呢1米85了 穿个巴黎世家就1米9了 对啊那我坐椅来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我的视线 相对来说在中部网上 这叫什么座椅来的 零重力 双零重力 勇敢座椅 就是相当于是主驾副驾 都给了两个大沙发 但是公司说了 就正式上市以后这个座椅 因为现在这属于工程车 它还会再降低1.5厘米 所以你看看 这是这么高的 降1.5没错也就可以了 日常 如果就上下班 这车能跑小300公里 对吧 你就当存电开啊 你家里没有存电装都没事 3C充电基本上我猜的咱们实测啊 就是半小时的事 20万不到的车带这个了 你能想象吗 太下了 然后后面有大车 我 我 这么激热 我可能都会停一下 我让大车先走 是他的想法就是 我去 我就是要干你啊 以后其实 市价的意义也不大 因为 市价你也不用开 哦 我就传说的那个 走错一个口 得到半小时的那个力表 那我下 我的 你们要改些什么 深蓝真正才把华为支架的架来打扇 男者作为砍价官没有用 现在成功大力不能赢那可能叫啥人 张无忍记 对 张无忍记 天龙马步 什么玩意天龙马步 那是啥 张无忍记是天龙马步 不是 倚天图隆记 对倚天图隆记 好好好 看我三人自习六端的水 没台湾 我好像没台湾 2.5自习我台湾 我V6 天籁 我老天籁公爵何种是这个类 他有劲 他会给你面面断的往前推的那个感觉 其实整个支撑是ok的 尤其不弯的时候 整个侧向的支撑 你看我我就超个车定个线 其实没有那种明显的后路 所以他整个虽然底盘相对比较弱 但是不是那种 就软啪啪的就趴在那儿 所以你看我每次开深蓝的车呢 都有100个深蓝那个比较特别务实 而且深蓝造的车基本上都蛮咱们老百姓 所以这辆车的定位就是比SL03的颜值更加温润 没那么激进 同时又上了摇摇领先的摇摇领先的自驾 nice 好现在呢我们又回家了 回家了然后呢发现哎 有两个大车 两个大中间的好像有一个不能行的一个车位 这时候怎么办呢 呢 好 你手指的头力啊 可以 这两半机构的均匀 别忘了啊 这是一台十几万的车 都是234万 110线 十几万机构成立110线 110线 好 机会这个状态下 我倒进去 又同时收拾的会儿去 非常严谨 OK 来 这个头战也比较难啊 它是一个两个车中间 其实相当于路边挺多了 来 我们听一下他们的过程怎么样 来 来 潜行巡车模式 指定一车位 滑起来 这个是他需要算的 如果俩车太窄了 他就会硬化之外 对 对 如果OK了就算 对 对 对 两个车距离 几个车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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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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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